继续来关注杀人的后续案件 这是台中车床工厂 蓝姓老板遭到杀害分尸案 那么凶贤黄姓女子因为不满 入股的男友开工厂 却没有分红给她 花了两年计划杀人 女子从事其音乐推拿 对于人体的骨骼相当熟悉 警方就指出了 这个尸骨切口相当平整 那么刀口也是相当利落干脆 家属前往招魂 36岁的车床工厂 蓝姓老板遭到46岁的 黄姓女友杀害 在住处迷婚肢解 警方再到凶案现场 带回相关证物 男人结缔练8年 因为不满入股 男友工厂却没分红给她 加上蓝姓男子曾逼她堕胎 女子计划杀人分尸 偷偷学开车 行凶的前一天4月26号 女子穿着雨衣戴安全帽 出现在租车行租车 打扮怪异 嗨杀价 原价是1600 因为她乘租两天 跟我讲说3000块 要非常的倒霉 真的说一部车 可能就是不能再做营业了 租车在市块丢到 石缸产业道路 浇汽油焚尸 女子接着豪整一下 前往常去的美法院 洗法塞斗 在吹头发的时候 她就说很冷 电膜上不要吹到她 那你说怎么受伤 她是说切菜切到 编织盘的整整齐齐的发型 打扮光鲜亮丽 在气势地点 终于气宿后悔杀人 但一开始还冷血装无辜 黄西女子主动陪着 蓝家人报案 警方和她斗志了24个小时 得知她曾为男友堕胎 一具自己的骨肉 怎么可以轻易拿掉 攻破新房 监视人员指出 尸骨的切口平整 每刀利落干脆 完全没有砍碎的骨穴 应该是和女子 从事经络按摩 对人体骨骼手袭有关 从下手行凶分尸 到租车丢尸块 冷血15个小时处理 花了两年时间计划 甚至下手前 已经将名下的公寓卖出 打算脱产逃亡 感情因爱深恨 金钱不让占便宜 心如蛇蝎 步步算计 终究难逃法网 收押境界 记者吴喜斌 曾心中台中报道